看一下微軟的這個帳號 那微軟的帳號註冊是今天最難的 不好意思喔 最難的要先過關 因為註冊微軟的帳號比較麻煩 就是除了問你基本的資料以外 然後還會做這個 E-mail的驗證 甚至有時候會有手機驗證 可是最難的不是這個 是問你是不是人 那個回答 常常會大家開始歡迎人生 我感覺真的是人 想讓我回答不出來 就跟我們現在那個同學 他們在考試一樣 要先會看懂題目 看不懂題目沒辦法回答真的 來你看你打開之後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現在是一個登錄 請你幫我按一下 按了之後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兩個 請你幫我用個人的帳號登錄 不要用學校或公司的 你就點這個 那如果你有微軟帳號的 比如說有的人可能在玩遊戲啊 會有一些微軟帳號 你可以直接用 那如果沒有的 你幫我按一個建立新帳戶 這裡 建立新帳戶 這樣有了嗎 有了齁 好按一下 然後 因為大家現在E-mail很多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 你不要再取得一個微軟的網域的信箱 太麻煩你會記不住 你直接用你的Gmail信箱 完整的 當作是登錄 微軟的帳號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好 你就在這邊打你的Gmail 因為等一下它會驗證信箱 那你就直接去搜你的Gmail去搜信就好了 這樣OK嗎 好 所以你打進去 那密碼等一下它還會問你密碼 你就自己設定 你要登錄微軟的密碼 不用跟Google一樣喔 你可以自己設定 自己記得就好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先幫我打進去 那等一下它會請你輸入密碼 然後呢 再問你的姓名 還有你的出生年月日 出生年月要麻煩各位注意一下喔 這個資料不用是正確的 但是請你不要太年輕喔 小孩13歲 他告訴你長大之後再來 因為不能用 你不一定要填正確的資料喔 你自由決定喔 好 然後 好了之後 就要麻煩大家去搜一下 你剛剛註冊的那個信箱 去搜一下那個驗證信 它會有一個驗證的 應該是2 4 6位數 看一下喔 你這個步驟都結束了 就會有這個有沒有 做人類驗證 其實你大部分大家遇到的 應該是第一題啦 就是這一種的 這一種的 這個 先要看懂題目嘛 對不對 所以說 你要把它怎麼樣 這個鞋子的方向 要變成跟它指定的 這隻手一樣的方向 用下面那個方向鍵有沒有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還好 這一題算比較簡單的 比較難的是下面這一題好嗎 先看得懂題目可以嗎 先看得懂題目可以嗎 呵呵呵 到這一夜工啥 看不懂題目要怎麼回答 請問看得懂了嗎 這裡有一個數字一個圖案 對不對 要把這個鞋子移到跟7 同一個軌道 有沒有 有沒有 我跟你講 像大家剛剛看很久的 我現在有遇過 去很多學校上課 有遇過兩個老師很特殊 他考他二三十題這種題 因為他遲疑很久 他懷疑他不是人 呵呵呵 所以你回答得越慢 你要考的題目會越多 呵呵呵 這樣可以接受了齁 這是今天最難的 不好意思啊 呵呵 所以我剛剛講 你登錄完了齁 正常結果在這邊 有沒有多一個外掛程式 欸你看這裡面 他的外掛雖然不多 但是 你就可以第一個 你看你可以做即時的網路搜尋 有沒有 好這就打開 再你往下走 什麼電話購物啦 還有什麼 那個 食譜啦 或者 餐廳 這我們大概台灣比較用不到 可是你卷到最下面 有一個我們會用到的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 Suno Suno就是創作音樂的 所以 你把這裡打開 好 那 他就可以 在你待會要生成音樂的時候 就可以用 如果你跟我一樣現在打不開 怎麼辦 請你按一個 新主題 有沒有 也就是說 你要玩外掛 好像你玩遊戲一樣 外掛先開 對不對 才可以開始玩嘛 遊戲規則要先講好 所以 還沒有任何跟他做對話之前 你就先把外掛開起來 開好了 待會我們就可以用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好 那 當然他為了避免你 不專心 好 一次交太多男女 男朋友或女朋友 所以他有告訴你 最多一次只能選三個 好 超過三個 他怕你沒時間 呵呵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可以了齁 所以大家現在都OK囉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現在剛好十點半 我們就先休息十分鐘 起來動一動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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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